伊丽莎白女王叙事后 各个子女以及孙辈们的反应都很难人寻味 表现最悲痛的莫过于女王唯一的女儿安妮公主 她从母亲离世起就一直陪伴在她身边 不舍离开半步 承受了巨大悲痛的她 整个人都失去了光彩 眼神凝重 眉头紧锁 好像一夜之间老了十几岁 她一路后送女王 从苏格兰巴尔摩勒尔堡到爱丁堡 全程六个小时寸步不离 数度落泪 在河里路德宫门口 她按照皇室礼仪 向母亲行了一个标准的屈膝礼致敬 双膝略微向外打开 同时将一只脚往后撤 包包严谨地拿在手上 这和前段时间接受女王正式任命的新首相特拉斯的屈膝礼 形成鲜明对比 母亲去世前 她作为唯一的女儿 被女王视为掌上明珠宠了七十多年 父亲更是称她为最甜美的女孩 这两年接连遭受父母双亲离世 拥有坚毅果敢性格的她也无法再保持淡定了 安妮公主的女儿Zara也和母亲一样伤心 痛哭到停不下来 没有辜负女王对她们的疼爱 最让人感受到对女王尊敬和不舍的是苏菲王妃 她原本就是女王最疼爱的儿媳妇 来自平民家庭 为人老实本分 忠于婚姻并且现实低调 在外形穿着上也有着戴安娜王妃当年的风采 女王去世后 苏菲蹲坐在地上伤心痛哭 眼眶通红满脸憔悴 女王的灵鹫抵达苏格兰安丁堡的荷里路德宫时 她和安妮公主一样 也像遗孤的母亲行了一个标准的屈膝里 贴心的她还伸手拍拍安妮公主的后背 以示对她的安慰 无论是女王生前还是死后 苏菲王妃都保留了对女王的最大敬意 女王的母亲和姐妹向其去世后 苏菲就和女王的关系越来越亲密 为了陪她每周骑行一次 专门学会骑马 每隔几天就驱车十公里 赶到温莎城堡陪伴婆婆 并一直以妈妈称呼女王 女王也视她为亲女儿 当初哈利和梅根退出王室 是苏菲王妃二话不说 懒过两人留下的烂摊子 菲利普亲王去世后 也是苏菲王妃一手包揽后事流程 女王甚至忽略的长妻卡米拉 将大小事都交由苏菲处理 足见对她的信赖 最近几年女王身体欠家 也是苏菲王妃一直陪伴在左右照顾 简直比亲生女儿还要孝顺 她和爱德华王子的婚姻 也是最让女王省心的一对 其他孩子出轨的出轨 离婚的离婚 闹丑闻的闹丑闻 只有这对夫妻安安分分 维护了皇室最后的体面 女王长子查尔斯熬了这么多年 终于登上王位 自然一刻也不敢怠慢 火起火了就前往伦敦上任 在登记仪式上 由于桌面太乱 查尔斯怒失助手 是一集清理桌面 媒体也拍到她由于过度劳累 整个手指肿胀发红的照片 女王去世后 她就是这么拧巴的存在 一方面要彰显新王登记的威仪 另一方面要表现出母亲去世的悲伤 因此你能在媒体镜头下 看到各种表现的查尔斯 悲伤的 威严的 身为一个国家的君主 背负的使命 自然不是作为王储所能比较的 母亲去世后 她也必须承担起皇室的重任 放下私人感情 为大局着想 想必此刻的她 一定比其他人都更要心情复杂 安德鲁王子 作为整个皇室最败坏口碑的人 在这种场合学的表现 依旧不让人失望 英国民众发现 她在电视直播 祭奠女王的仪式时 公然抚摸自己的女儿 并将手臂缓缓下移 至女儿的臀部位置 被斥责是严重的性骚扰行为 2015年 安德鲁王子卷入爱波斯坦性侵案 被指控强制未成年女性发生关系 随后被撤销所有公职身份 荣誉军衔 但仍保留皇室身份 此次女王葬礼 她也不被允许穿着军装出席 护送女王灵鹫时 不止一个民众对她发出了嘘声 很快被警卫处理 足见英国人对她有多嫌弃 同样不会穿着军装的 还有哈利王子 她已经在2021年 被解除王室高级成员身份 荣誉军衔也被收回 值得一提的是 在查尔斯发表的公开讲话中 明确表示 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 将成为威尔士亲王和威尔士王妃 将从自己手里 继承太子拥有的一切权利和头衔 哈利和梅根则只会得到 她的爱和祝福 最终哈利和梅根 什么也没有得到 据悉他们已经在昨日 带着保镖离开英国 这次参加女王告别室 哈利和梅根久违地 与凯特威廉夫妇同框 四人面对等候医者的民众 表现还算得体 但是当远离民众时 威廉和哈利又似乎 在刻意保持距离 英国媒体分析 兄弟之间的感情 似乎没办法弥合了 哈利面对民众 女王去世是否悲伤的提问 回答还算精明 她没有明说悲伤 而是拐弯抹角地表示 她当时身处在那个房间 能感受到女王处处都在 反而是威廉和凯特王妃 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尤其是凯特王妃 在与民众交流时 开怀大笑 丝毫不见悲伤 虽然依旧展现了 她亲民的一面 安慰哭泣的小孩 但不少网友认为 她只是在政治作秀 还有人分析称 凯特之所以如此高兴 是因为女王在去世前修改了遗嘱 将她最珍视的私人珠宝 都送给了最喜欢的孙媳妇凯特 因此凯特要高兴的合不拢嘴 这种揣测属实有些恶意 英国王室 作为全球最受人瞩目的皇室家族 一举一动都备受外界关注 英国女王去世后 全世界的眼光都聚焦在了他们身上 不管怎样 我们都相信 他们此刻是失去了家族长辈的普通人 和我们一样会悲伤难过脆弱 还是希望他们都能从悲伤中早日走出 迎接新的生活